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孟宇 欢迎你来 今天也是我们的一个教学录像 我们在招募个案的时候 然后看到你有报名 是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很兴奋 是吗 是什么 你可以说一说吗 因为这个原因是因为咱们几年前 我在那个听你课的时候 三年前 三年前 对 当时是为做那个案主 给大家做这个呈现的时候 然后 那个过程其实有帮到我 就是当时处理的是我的无力感 然后我发现这个无力感在我后面的三年 生活里面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 然后包括后来我其实很想要去找一个 咨询师 来去做个人成长的部分 然后我发现 当然也有一些咨询师一直 比如说时间不合适 但是我就很僵 就是一定要找那个 第一个是男性咨询师 第二个是呢 就是我会去找那种 就是 气质跟杨老师比较相像的老师 但好像还蛮难的 其实我之前有跟你约过 但是因为你太忙 嗯 嗯 然后也比较贵 嗯 所以 所以就 然后我看到那个宣传的时候 就是那个招募的时候 嗯 我是非常积极的 就第一时间都没有考虑 就就直接就报名了 哦 然后今天能够选到 其实也比 也会有一点 挺开心的 嗯 好 谢谢 嗯 对 我们记得好像是三年前啊 嗯 三年前在一个心理机构 当时实际上是做 也是做一个演示 对 对对 做一个演示的时候 然后 你就很主动的上来 是 是 嗯 好 你刚才说对你是有帮助的 嗯 具体的帮助是在哪里 嗯 当时是处理我的武力感 嗯 就是我 嗯 我当时就是每天上午都不想要出去工作 然后我在家里面刷手机 嗯 然后我印象中很深的就是 然后是当时你是有带我去看 就是有一个黑板 嗯 然后就跟我讲说 嗯 就是如果这个时候 呃 你不出去 你在想什么 然后呢 你如果你要是想做 你要做哪些 嗯 我就记得写了好多点 十几个点 十几个点 然后去看 嗯 然后把那个不想做的事情放在一边 想做的事情放在一边 反正就是 然后后来我很生气的就是 我不记得我不想做的事情 但是我 就是我想做的那个事情东西越来越清晰 嗯 我在在我的生活中是这样 就有时候 比如说我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 那我刷手机的时候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那个 嗯 家里面的卫生打扫一下 嗯 然后我就 哎 就是我也可以刷手机 我也可以打扫一下卫生 就把注意力慢慢放到 对对对 就做一点点 然后说打扫卫生不行 打扫卫生火太多了 我还要收拾我的衣柜 嗯 我还要擦地 我还想舒适厨房 这么多活我不想干 然后我就想到了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很神奇 就是我记得有很多小目标 你问的特别细节 嗯 然后我就到那个细节里面去 想说 那我不要去做那么多 我能不能今天就擦冰箱 嗯 然后我就去 特别特别小的 对对对 我就去擦冰箱 嗯 然后冰箱擦着 然后想说哎 冰箱外面也挺脏的 然后就 然后然后冰箱旁 地好像也可以再拖一下 然后就延伸到厨房 好像厨房也可以打扫一下 然后就很神奇的一上午就 哎 等我意识到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很多事情都做了 嗯 我没有卷到那个情绪 就说哎 我能做什么 我能做什么 然后这个就延伸到我后来的 就是 就是小生活嘛 后来就到工作里面 嗯 我也会用这种思维去 去开始去工作 就是说 啊 这个活太大了 太难了 我不知道怎么做 嗯 然后我就把它能不能 就是到那个最小的事情 我能做一个 就现在我能做一个什么事情 嗯 然后我就去做 就是你的控制感 找到了一种控制感 哎 对 就是在一个 就是认知行为之量 很常见的一个行为策略 啊 啊 就是当啊大的时候 其实让我们觉得难的时候 是我们没有那种掌控感 可是当具体具体再具体的时候 就像你去打扫冰箱 去清理冰箱一样 嗯 哎能能走到一个特别特别细的时候 你你就可以去做了 嗯 是是就是 所以我觉得那个武力感 就开始去做这件事情 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 然后它已经 现在到的 就是 嗯 整个行为模式里面 就我觉得我的整个行为模式 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嗯 嗯 所以就从那个自己的那个 成立在那个武力感里面 就把关注点就放在了对外面的 对 这个行动上去 对对对 就是做点什么 反正 反正多少我可以做点什么 嗯 嗯 所以这个对你来讲 其实是蛮大的一个转变 特别 不是蛮大 是特别特别大 嗯 它整个嗯 影响了我后面这几年的生活 嗯 是怎么影响的呢 嗯 比如说我 换掉了我做原来的事情 就是我原来做的 我记得你以前是做老板 嗯 对 是一个 对 是一个 有自己的店铺 嗯 对 然后包括去如何去关掉这个店 嗯 然后如何去做一个新的行业 我现在进的这个新的行业 用了五个月时间 嗯 那我的领导跟我说 我用五个月时间做了 嗯 别人六个人两年做的事情 真的 真的就是在现实层面 我的那个功能 就是因为有行为 可能那个功能有在变强 嗯 关店的时候也是就是说 那如果你要把店关掉 你有员工 你有你有员 就是你的经济收入 不会再那么好了 嗯 就这个部分都是要去做的 后来我想说 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呢 嗯 我就会想到那个黑板上的 那个一二三四五 就是那个很小的事情 那我可以做第一点是什么 嗯 就是呃 就是我目前可以做什么 第二点做什么 第三点做什么 我既然这个方向不变 那我就在这个小的 大的方向里面去一点一点去做它 嗯 嗯 然后所以这 其实我今天来是带着一点 带着很多的 如果一开始的话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感激 嗯 是什么感激 就是我觉得那个地方得到了很大的支持 嗯 就你觉得在上一次的那个咨询当中 啊 三年前的 对 就对你讲那个支持是很重要的 对 那个支持 嗯 哪方面的支持是你觉得很重要的 我记得 一个是就 我记得有一次是 嗯 我讲到了我小时候的事情的时候 嗯 当时杨老师是 因为因为杨老师给我感觉是个男人嘛 嗯 对吧就是而且是一个 嗯 就是当时的感觉 是个男人 对就是很很 就是对我来说 我可能也有权威关系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觉得 又是很权威的老师 嗯 然后又是一个男性 嗯 然后但是你在听我讲到原生家庭那一部分的时候 我 我对你有一次的那个眼眶湿润那个感觉 其实 嗯 现在想到的时候还是会有点情绪 觉得 嗯 有一种被深深的理解的部分 但是当时在课堂上 你好像又保护了我这一部分 嗯 然后你并没有去深挖我的这一部分 就是 嗯 尊重了你自己的这一部分 需要 对对对 就是既给了我允许我表达那一部分 同时又没有 说 嗯 既然你都讲了 那你就多讲一点 把那个部分使劲挖出来 因为那是课堂嘛 嗯 其实也给了我一个 就是你看见我 同时又保护了我那个感觉 那个 嗯 这部分是让你觉得挺感动的 是很感动 就很有力量 嗯 嗯 好 哦 这是一个支持 那还有呢 是什么让你觉得感激 就好像在某种层面上 教会了我的方法 嗯 嗯 就是教会了我 嗯 把从大的 化成小的 嗯 就是 嗯 如果你不问 其实我好像 我没有去 觉得这个 嗯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或者是 怎样 但是我想那个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嗯 就是把我的工作 生活 就是从大目标到小目标 然后一点一点 就更清晰了 更清晰了 对对对 不然你就只能在那个武力里面 因为你看不到方向 而且我很混沌 混沌 就是经常很混沌 嗯 就是现在想想 其实除了这部分清晰以外 大部分时候还是蛮混沌的 嗯 这个是当时 嗯 嗯 我来的时候 有给我报主题的时候 我有说 我常常听别人讲话的时候 我会走神 就是那个走神的部分 可能跟这个 混沌的状态是有关的 虽然有一部分 那个无力感的那个部分 有不一样 嗯 但是混沌的那个部分 依然 依然在吧 所以这部分 混沌的这部分 是我们 这几次咨询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是吗 我我认为是很重要的目标 我希望能够解决我这个 我混沌 我觉得是有两个表现点 嗯 一个是我 嗯 我听别人讲话的时候 比如说讲很长很长 嗯 然后我就开始飘 可是我又意识会 非要让我拉回来 让我坐在那个地方去听 然后我就想说 其实我是可以表达的 就是你可以不要说了吗 我也不太想听 但是我好像永远都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 不会拒绝 嗯 不光是不会拒绝 就 不会拒绝都不够 好像就是 我表达不清楚 表 哦 表达不清楚 嗯 嗯 我觉得我表达不清楚 有时候表达出来的 和 怎么样来去讲清楚自己心里想要的 对对对对对 好像 嗯 就讲到这的时候 嗯 好像那个不够好的部分会跑出来 就是说自己不够好 我是不是这样讲会伤害到别人 我这样讲会不会怎么怎么样 反正就会有很多的评判吧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害怕会伤害别人 怕伤害别人 然后也觉得自己这样讲 哎呀你这样讲太low了 就是 嗯 就是你太自私了 就是反正就是很多评价自己的东西会出来 哦 好 ok 所以这部分是我们需要去讨论的 嗯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是吧 嗯 还有吗 就是你的咨询当中还需要的什么目标 我觉得可能最重要是这两个部分 就一个是我老走神 走神 对 第二个就是我 就是我 我表达的和别人接受到的是不一样 就反馈过来说都是不一样 所以我就想说我的表达是有问题吗 嗯 和别人接受到的信息是不一样 对对对 好 嗯 你刚才讲到了 就是有两个点啊 我是觉得特别感兴趣啊 嗯 就第一个就是你刚才说到了自己一个人 在这五个月做到了别人六个人两年都做不到的事情 嗯嗯嗯 这也是别人给的评价 嗯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就是按那个 就是前面咱们说的那个方法 就是反正事情都来了 就是前面的咨询当中 对对对 用那个对就是那个一二三四五那个小目标 然后就去做 所以我说这个部分给到我很多很多的支持 我就是这样做的 因为我 这样做你就能做到一个人做做到了别人六个六个人的这个做不到的 那如果我说纯粹就是那三次做到的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不完全真实 那我肯定还 因为我一直在学心理学嘛 嗯 也一直在肯肯定有其他的一个部分的支持 但是那个部分是嗯 就是我在做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常常就是在这么做 嗯 就是我就是用这个模式在做 嗯 你会觉得对你是挺有帮助的 非常有帮助 嗯 这是我感兴趣的一个是你讲到的是在一个现实层面上到底怎么操作 对就是我去做我也不去想 就是我坚定了我去做这个事情了我就去做 但是这个以前是没有的 我做不到的 那既然你都一个人能做别人六个人的事情 你会怎么评价自己呢 嗯 怎么认为自己 就这个地方应该说自己还蛮优秀的对吧 但是好像就会会觉得 哎 好像也不是 就同时又会否定 很矛盾 很矛盾 两面都在那里 对 嗯 那真实的呢 真实事实客观的是你会怎么认为自己 但你刚才告诉我 你一个人做到了别人 六个人 六个人 两年有可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嗯 是六个人两年做了做了的事情 哦 六个人两年做的事情 对对 可是你一个人五个月就做到了 所以 所以真实的角度来讲你是怎么来评价自己 就真实的啊 按照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那个真实怎么去区分 就怎么评价自己的能力 就是 就听到 比如说听到这个的时候 就听到别人这样在讲我的时候 嗯 因为这样讲的一定是领导嘛 在给我的时候 我会觉得 就是很骄傲 就为自己感到很骄傲 你觉得 当你听到领导这样跟你讲 嗯 说你一个人五个月做到的事情 是别人六个人两年做到的 嗯 所以在这一刻 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嗯 就是我有个很骄傲的感觉 就是 就是 不是骄傲 就是觉得自己还蛮 挺好的 自己 挺好的 就我做到了 挺好的 对 我做到了 就是我只要愿意努力 其实我是可以做到的 好 等一下 第一个是自己挺好的 嗯 对 第二个呢 只要 只要我努力 只要 我是可以做到的 只要我努力 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对 就好像 在说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其实 呃 那个就是我的目标 就是我本身就是想要做成这样的 然后在这方面又得到了肯定 所以好像从 我 如果更深层的讲 好像我想说的是 只要我愿意努力 我真的是可以做到的 你看 嗯 别人是有肯定的 只要我 但我把记下来啊 愿意 努力 努力 嗯 然后呢 我是可以做到的 我是可以做到的 我是可以做到 嗯 确定吗 确定 确定 只要我愿意努力 我是可以做到的 对 这其实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 认知行为之道的中间信念 嗯 是吧 对 对 而且这是你是在现实当中来践行的这个中间信念了 嗯 就这对你来讲是特别好的 特别重要的 嗯 只要我愿意努力 我是可以做到的 嗯 对 第二个呢就是 就是真的是觉得自己挺好的 对 当你在为自己骄傲的时候 对 多大程度他信任这句话 嗯 百分之零到百分之百的信任成 三十 呵呵 就一下子就冒出来一个百分之三十的数字 嗯 真的是百分之三十吗 那你再体会体会 嗯 嗯 就对 就都好像没有办法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感觉 嗯 这还是百分之三十啊 对 那只要我愿意努力 我是可以做到的 你在多大程度来相信你的这个呢 觉得会有百分之九十九 或者是百分之九十 就是那种感觉 嗯 百分之九十还是百分之九十九 百分之九十九吧 因为我的第一反应要百分之百 可是又觉得百分之百有点够 够啊 对 所以看起来就是 只要我愿意努力 我是可以做到的 在这个层面上 那 非常坚定 非常坚定 嗯 而且听你这样讲的时候 其实你是蛮有底气的 对 对 但你想到那个我自己挺好的时候 我看你吞了一下口水 是 韩人很虚 哈哈哈 心里是虚的 虚的 嗯 嗯 所以 所以看起来就是 关于自己挺好的 在和你前面的目标 觉得自己不够好 呃 是否会伤到别人 觉得自己太low 自私 这两个核心信念 这两个 你看复兴的核心信念 这两个之间 它们之间就是形成了一个啊 两极一样的 是 是 所以 对 对 所以好像你这样讲的时候 我就是 啊 就是 冲突里面的好 就是跟别人产生冲突的时候 或者是 怎样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 我一直坚信 因为我努力就可以把事情做好 嗯 但另外一个部分好像我觉得 嗯 没有很认可自己 嗯 是不是够好 就是 够 就是好像我只能努力 嗯 嗯 没有认可自己哈 对 你要这样说的话 其实这几个月 因为我都一直只在工作 都 我老公是对我有点意见的 就是 因为我觉得只要努力 我就可以做好 所以我就会拼命的去做 因为我要转行 转行那并不容易 嗯 转行过后 就是刚才那句话 是因为我转行过后的 这几个月给到的 嗯 这个部分 所以 啊 这个地方就 就讲到这就很混乱了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你讲到老公对你有意见 意见在哪里呢 他说 其实那你刚入行 不一定会有经济收入嘛 那跟我以前的经济收入差很大 嗯 他觉得那经济收入和你做的事情 是不匹配的 嗯 然后你又不顾家 那你到底要什么 是 嗯 就是我可能 比如说孩子上学 就我现在的孩子 刚好是那个年龄段的孩子 就是需要辅导作业的年龄段 嗯 也没有去 就是 对 嗯 当然这并不 并没有影响这个关系 就是 家庭关系其实是没有 特别大的冲击 但我感觉到我老公是有意见的 嗯 嗯 除了这个意见之外 他也有 今天早上 昨天晚上还说了 啊 因为我昨天晚上要处理一个 我们那个平台上的一个矛盾 嗯 所以呢我又很想要去认真的努力的把这个事情做好 嗯 那我儿子就说 妈妈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点时间陪我呀 当时其实我就把那个东西就放在这儿了 就没有去处理 然后果然今天矛盾就变得更大了 嗯 然后呢我早上 哎 我就想说 那好吧我就放在这儿吧 我能不能自私点先做自己的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做这个事情 嗯 我就先做吧 嗯 所以你从老公从孩子这儿听到了什么 啊 他们对我都不满意啊 是 嗯 所以压力还蛮大的 很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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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矛盾 啊 因为你要心心念念的想去 呃 证明自己的能力 是 因为心里觉得自己不好太low 是 可是当你要心心念念的想去证明自己的能力 嗯 的时候你会发现已经忽略了现实中已经陪伴了你的家人 对 尤其是 这是一个层面 当你心心念念的想去找一个男性的咨询师的时候 是 这个老公在这儿撇着了 对 嗯 对 所以他们在喊 对 对 对 我老公有认真地跟我谈过好几次 快点回来 快点回来 是 他跟你谈什么 就是谈过 他觉得我的这个是有问题的 嗯 然后其实我也有跟他讲说 我说我今天要去找 就是杨老师 他现在是出差状态 我就跟他电话说 我说我要去找杨老师做这个 然后我还跟他说 我说 哎杨老师好难约你知道吗 我就怎么怎么样 就这样去讲 然后他就说 叹了一口气 他就是叹了一口气 然后说你去做吧 就是那种 嗯 很无奈 很无奈 就是你去做 嗯 是啊 嗯 对 看起来你的老公还真的是挺支持你的 他给了 你跑到别的男人那你谈的那么那么开心 那么那个 结果 是 身边的这个男人一直支持你的这个男人 看不到 是 对 他被抛弃了 对 而且我在工作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的 他说 嗯 就是你的眼里面为什么只有工作呢 就是你为了工作你可以跟别人去 比如说你说谁需要陪伴 你去 因为我现在也跟心理学是有关系的这个 就是做工作嘛 嗯 然后他说你 你为了去陪伴那个人情绪 然后你就跟他吃饭 那我和儿子呢 嗯 然后他说那 你去那个跟 嗯 就是 你说 那个工作 特别特别重要 然后呢 你说你要加班 嗯 然后呢 那这个时候我跟儿子呢 就是今天可能儿子有一个很重要的作业 需要妈妈去做 嗯 嗯 然后我就会带着某种愧 带着这个愧疚 我就说 比如说那天 比如说孩子有什么活动啊什么的 我会把那一天时间会去做 嗯 我会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 好像 你说刚刚说的对就是 就家里面有一个 我为什么要去外面 非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感到特别疑惑的地方啊 嗯 就是你刚才说你一定要找的是一个男性的咨询师 对 而且还这样一个权威这样子的一个老师 对 而且一般的还看不上 对 一般很看不上 很不幸就是我被选上了啊 嗯 嗯 嗯 所以 是什么原因会让你 要心心念念的 要去找一个男性的咨询师 啊 为什么 嗯 你这样问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也是蒙的 也是蒙的 就是我在想说是和爸爸的关系嘛 但是我也说不清楚 嗯 嗯 嗯 就是这个我之前是有跟你说过的 就是在那一次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啊 嗯 就是 嗯 爸爸在我的人生好几次做了很重大的决定 嗯 嗯 嗯 那个几次重大的决定 都是让我非常的不舒服的 比如说 我当时不想上学了 就是 也不是不想上学 就是说我就想要去上个幼儿师范挺好的 嗯 我到现在都记得我爸爸说一句话 他说 幼儿师范 嗯 是一个特别 就是他给我感觉就是特别鄙视幼儿师范 就是觉得 幼儿师范和考大学来说 幼儿师范对他来说是非常low的 我到现在记得他当时说的那个神情 嗯 因为我记得当时是有人说 他说哎呀 呃 就是说你你你闺女长这么好看 去上幼儿师范就行了 哪需要去 那个现在出来就可以就怎么怎么样 嗯 不用那个 就是就是 因为你还去参加高考啊什么的 就是不用去做那些了 嗯 我们这边就是那个学校课好了 你就让你闺女去上吧 他当时的那个表情 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 不可能的 就是你你跟着我去卖菜 我也不能让你去做这个事情 就是那种感觉 爸爸是卖菜的吗 当时是 哦 当时是 他对这个卖菜的职业是什么样子的 哦 讲到这部分太有趣了 嗯 哦 我爸爸是一个 就是一个 对 他当时我们是从农村市里面 爸爸要去打工 哦 然后呢 嗯 对 然后呢 他是一个非常嗯 体面的男人 就是他自己觉得是一个特别体面的男人 嗯 所以呢 他是卖菜 但是呢 他鼓动了几百号人陪着他一起卖菜 几百号人 几百号人 就是当时有一条街都是都是他来做 那他挺厉害的 对 所以他不用干这个事情对不对 他完全可以去管理这个部分 就可以了 嗯 事实上他也可以这么做 但是他拒绝 所以他做了一个 在他眼里很low的卖菜的事情 对 他排斥很low的工作 但是他又在 他在做卖菜 是 嗯 然后呢他完全可以管理 你知道他当时只是一个卖菜的 但是他当时跟那个 城市的那个区的区长 嗯 可以坐在一起打麻将 可以坐在一起打牌 就是可以找他去办一些 别人办不到的事情 很体面 他可以做 很体面的生活 能够区长一起打麻将 对 对 就一方面他可以去做 就是 然后呢 嗯 就是会 但是他的那个活动里面 没有我妈妈也不会有我们孩子 就是他会去自己去做这一部分 先想想 我好像也在干这样的事情 哈哈 啥事情 就是 就是我也会去做认为我很体面的事情 就是那个所谓的努力工作 好像也是认为我体面的事情 所以你在重复你爸爸的模式吗 好像是有 嗯 嗯 然后 然后 然后你又找了一个体面的男性咨询师 来全会的 来做咨询 对 我对我的 实际上我在我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时候好像是 事实上 嗯 就是 现实生活中 我比我爸爸更近了一步 就是我不愿意很 呃 就是说 我可以放弃 我其实可以不用卖菜 对不对 那我就不卖菜了 就是在现实层面 我可以比爸爸多一点点的进步 就是我不用再去卖菜这个事情 但是在内心深处 其实我还是觉得 就是那个low的部分是在的 嗯 那是你跟爸爸的一种年纪 对 嗯 对 所以后来 嗯 对 就是我也想到了 就我爸爸常常会很享受 人家说 哎你不像是一个卖菜的 哈哈 对 就是 就是一个卖菜的 对 然后呢他另外一方面 他又会说我就是个卖菜的 嗯 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种身份的冲突和矛盾 尤其是他在对自己身份 卖菜与否的这个身份的这种冲突和矛盾 是 深深的影响到 后来他用了很大的力气 就是干了一些 用一些很粗鲁的方式 然后跑到 到北京来 又重新去做 就是服装这个行业 嗯 嗯 然后也拉着我下水 哦 对 就是 嗯 对 但你现在终于开始 我终于不用去干这个事情了 终于摆脱他了 对我 那个是我 人生中我觉得是我为自己做的决定 你开始在成为你自己 而不是活在你爸爸的阴影里 对 在行动上你在成为自己 在行动上 但是在心里面是没有的 在你的模式里面 在你的模式里面 心里面其实我现在想想还是一样的 在你的模式里面 在我的模式里面 你还是牵沿了爸爸的关系 嗯 所以这个男性体面的权威的男性的咨询师 和比较low的在旁边甩在一边 但是又不离不弃的老公 对 就是你爸爸的两面 没有听懂 就是一边你是希望很渴望跟这样的一个人相处 是 一个男性咨询师 对 很权威 但是当你特别信信念念的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个老公的这个角色就在这儿了 嗯 但是老公的这一部分也许在你看来 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做的什么事 老公 老公是在生活中给了我很多支持的人 非常非常大的支持 所以我有时候跟我老公说 我说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心理咨询师是你 就是我 我认为我最好的心理咨询师是他 因为他给过我 嗯 那个支持是在我的人生中 因为我们认识十几年了 就是 没有结婚 在结婚前 嗯 我们就认识了很多年 然后他给了我很多的支持 在我和爸爸的巨大冲突里面 爸爸当时 哎 我就说 我一个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 我都 一个 多少算一个高材生吧 读完大学 对不对 嗯 那为什么要让我去卖衣服 很low 对 很low 对 对 就是我那个冲突过程中 就是在很多的这样的冲突过程中 老公其实是一个 体面的大学生 卖low 卖衣服的low 我没有这样想过 但是他是 是你心里的这样一个呈现 是 所以 其实可能角色是有转换的 但什么时候我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对吗 嗯 是 其实我当时嫁给老公的时候 是有很多委屈的 但是 是因为体面的部分 我好像去愿意忍受那部分的委屈 怎么委屈呢 那个委屈是说 因为我觉得 就一直强调他对我很好 因为好 我会委屈自己很多的东西 那个委屈就是说 作为一个女孩 嫁给一个男人 那 不是 作为一个女人 不是 就是作为两个婚姻关系里面 那作为婆家 是不是要承担一些 比如说经济上的 或者是责任上的 就是婚礼的部分呀 就是怎么去做呀 什么的 但实际上当时是没有的 就是完全由我来做 由我和我老公自己做 由我娘家来承担的 因为我们当时的经济条件 就是 就是后来因为做生意嘛 经济条件很好嘛 就是很多东西 其实对我们 所以在某一部分 是很委屈很委屈的 所以很low吗 对很low 她的家庭 她的背景 对 又是很low的 然后呢 对 你在重复这样的模式 对 重复了 很多很多年 甚至你的婚姻也在重复 对 你的孩子也在慢慢的看 就是也在朝着这个方向走 妈妈 哦 又找去去找 权威的体面的男性资源师 妈妈这儿 又把我放在这儿了 对我儿子经常会 嗯 嗯 会说 嗯 你不是心理学大师吗 就这样子 嗯 搞我 搞我两句 嗯 你难道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对 看来你的老公和儿子真的是很好的心理资源师 嗯 嗯 是 她们是 对 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过 嗯 嗯 嗯 对 哎 那我在干嘛呢 所以 对啊 你在干嘛呢 嗯 嗯 这样讲的话 其实我每次都会 嗯 跟我爸爸妈妈 其实我爸爸妈妈比较年轻 嗯 我爸爸前段时间到北京来了 然后呢 他他来的时候 嗯 我就跟他说 我说 他他说他自己 他现在比较年轻 就是还没有到六十 但他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嗯 就是因为前这些年积累的经济条件允许他 但是他又没有退休 就是没有这种退休金啊什么的 嗯 他其实一方面很不安全 另外一方面他 嗯 其实是有财 就是那个财富 支撑他和我妈妈的生活 晚年生活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嗯 就我因为我还有个哥哥的经济条件也是很好的 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 他心里不踏实 他不踏实 他特别不踏实 他会 就是我看到他老说 比如说他经常说我今天胃疼 然后明天他就说我我癌症了 嗯 然后呢非要让我 当时我记得我是在 嗯 我当时刚好是出国去玩 十几天 但是他硬等我 他说你不回来我就不去医院 然后等我去陪他医院 真的就做了个胃镜 然后那个医生还特别有意思说 你站在旁边去看看你爸爸那个胃 真的就是我就站在旁边看那个胃 是真的是就是那种粉粉的那种 就是一点生病的都那个迹象都没有 但是我爸爸说他得癌症了 嗯 而且他必须要等我回来 站在他旁边陪着他进到里面去做检查 检查完之后他再不说他的胃 他现在永远都不说他的胃疼了 但他现在跟我说他脊椎后面有一个 嗯 就是什么压迫神经他头晕 他一开车就头晕什么的 嗯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 我一方面听他去讲这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他说他现在无事可做 他特别难受 然后我就跟我 他也不太理解 就是他好像有时候理解我说 我知道你现在为什么要转行 嗯 另外一方面他又会有时候会说一些 嗯 就是那样子的话 来心理学大师给我说说怎么怎么样 就是这个事情怎么样 就是要来故意挑 就是 就是挑唆还是 就是我们那个 那个 老家的话就是朗一下 我不知道普通话怎么去翻译 就是 耻笑 但是耻笑没有那么重 就是那样故意说你一下 嗯 跟我儿子和老公给的话 其实有点像 嗯 是 然后我但是我又 接不住 然后我就会跟他说 我说 嗯 就是我就跟他说 我说爸你知道我为什么 我现在这么努力 就是跟前面那个努力的去做这些事情吗 是因为我希望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不会像你现在这个状态 嗯 就是你现在这个焦虑 然后你一会儿说这疼那痒 然后头晕说你工学不足脑梗 就是 其实那些病 我知道他肯定没有 就我爸如果站在那个地方 你一定会觉得他是一个气语形容的一个男人 就是 是很帅的 我爸爸是非常帅的一个男人 很体面的 非常体面的很帅的一个人 嗯 但是另外他老说他自己生病 就这几年 没办法呀 因为他以前是在给领导打麻将 人前后勇 前呼后勇 对 可是现在没有人前呼后勇了 那怎么办 他的注意力 那就前呼后勇自己的身体 哦 这样子吗 后勇自己的家人 嗯 嗯 对 是 他虽然 他虽然当时是卖菜的 嗯 但是他真的 他是 他是几百号人是听他发号失灵的 所以现在你们也得听我的 那你听不了怎么办 那我就生病了 对 现在没有人听他的 这是真实的 他就只能生病了 因为哥哥自己也很 就是哥哥自己也很优秀 他会去做他的 就是 就也很体面 他 对 就是他希望 我哥哥也有问题了 就是也有我认为的问题 就是哥哥不体面 哥哥从来不做体面 就是外在的那个体面 就跟他是完全相反的 但是我哥哥内在是很 就是 就比如说是这样 比如说 呃 呃 他有 口袋里面 有一百块钱的现金 他绝对不会跟别人说 他有一百块钱 嗯 他绝对不做任何体面的事情 就很累脸 很累 对对对很累脸 哥哥是完全非常内脸的性格 嗯 那 当我爸爸发现我哥哥有能力 也很内脸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对我哥哥 去发号失灵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其实就是在那个体面和low之间 对 就不用那么显的体面 对 但是他也不low 然后就再开始往中边走了 其实他有时候是偏故意装很low 他会装的很low 但这是一种智慧 这是有智慧吗 而不是一种执着 哦 对对 他不是着相在那个low的那个里面 对 也不是着相偏执在那个体面里面 是他没有 对 但是他心里是明白的 明白的 明白的 但他表现的是 我就是永远给别人感觉我很low的样子 我不要那个体面的东西 他永远不要 因为他看到那个面子后面的心酸 是是 他不要 看来你哥哥是一个蛮智慧的人 哎 我浪了觉得他很low 哦 对 在你这都是low的 不是 你们家的男人都是low的 不是 他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有时候那个 就是我知道爸爸很爱面子 那你就去为爸爸做一些撑面子的事情吗 他说我不用 他说不需要 对啊 他说不需要 他说不管是钱还是 因为在现在的社会嘛 好多时候都用衡量钱嘛 他说钱是装在自己口袋 你没有必要拿出去数给别人看 他其实常常是瞧不上我这一点的 所以你看当你认为很体面的方式那个的时候 反而还是被瞧不上 反而被别人认为是low 至少我哥哥是瞧不上我的 你太幼稚了 你老做这些太幼稚了 所以你戴着 你看你现在戴着那个眼镜一样的 就在别人看来很体面 所以你戴着体面的眼镜去看你们家的男人的时候 爸爸low的 哥哥是low的 老公是low的 儿子也没精力管他 不敢说low 可能做妈妈还不敢不敢就承认 你看你们家的几个男人 我不敢承认儿子是low的 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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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承认他是low的 对呀 你们家的男人全是low的 但是你这样说的时候 我其实我不完全同意的 就比如说 比如说爸爸 我其实是很崇拜爸爸的 真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你崇拜他的什么 我很崇拜他体面的那一部分吧 因为我在现实层面都是干了他这一部分的事情 我很崇拜 那个体面指的是什么 很显然 你崇拜他的体面和他的那个那个体面 两个之间好像不太一样 对 对 那个体面可能是在别人看来很 很怎么样很 很 要面子或那个 但是你刚才崇拜的那个体面感觉不像是 而是真的是爸爸身上有些特别好的品质 是值得你去崇拜的 爸爸的品质 我爸爸出手很大方 算品质吗 我不知道 当然 他出手很大方 但是就是非常的会为人处事 替别人着想 他不是替别人着想 他替那个事情着想 所以他这个时候常常会牺牲家人的利益 为事着想 对 这个好像跟你现在状态有点像 不是好像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用了五个月时间 做到了别人两年 六个人两年做的事情 这是事 对 但是你也在延续着爸爸牺牲家人的模式 但就这个事情本身来讲 其实为了事 就是很好的 对 只是怎么去平衡是吧 对 对 所以怎么平衡 孟宇 怎么平衡 怎么平衡你跟老公 你跟你儿子 正好 所以你不能说 你不能来的 我只能做自己的问题 你那个比较多了 你觉得呢 至少我觉得在很多时候 我会觉得 那个重要性会往后排 这是真的 就是如果说 在家人的重要性的话 还有个人感受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地方 会一下子会有三个层次 会有出来 就是说当有别人的事情的时候 或者说有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事比较重要 排第一位的 然后排第二位的时候是 如果家人的那个部分的时候 会觉得家人的很重要 然后到最后一部分的时候 我觉得我从来都不重要 就是我自己真正的 那个想要是从来不重要的 我其实在工作过后 我有接触一个女孩 她们每次就是把自己的事情 都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比如说买个东西的时候 她说我觉得我喜欢这个 我一定要买这个 但是那个买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要为搭建 这个平台去做的 那我觉得在平台上 你应该为这个平台考虑 再去做 但是她每次选择都是 我喜欢这个 所以我就买这个 而不是说 那个就是那个部分 我是完全做不到的 我在我做事情的时候 从来没有考虑我 我 我的喜好 我的重要性 没有 所以那就是 怎么样来实现这个平衡呢 因为那个女孩的 那样子状态你是做不到的 我做不到 但是你要没有自己 对我没有自己 你没有自己 最大的受影响的 因为你自己感受不到 你澄清在那个事情当中去了 对 可是印象最大的是 你的孩子和老公 你的家庭 他会表现的会很明显 是 所以那怎么去平衡 所以这样一看 你要平衡好家庭 儿子老公 首先是你要平衡好 事和我之间的关系 对 怎么来平衡呢 因为你说你从来觉得 你自己从来不知道 很卑微啊 很卑微 所以怎么样来 多给自己一些关爱 多给老公和孩子 一些关爱了 你可以做什么 我想想 就是这样问的时候 我就有一点懵 因为好像 就有混沌了 对 就又混沌了 但是好像 我一下想到 儿子这两天 在跟我说 他说放暑假的时候 他想要去野营 然后呢 然后 其实我嘴上是答应他的 但是我心里面想说 我后面有很多很多 重要的事情要做 因为我手上 接了几个项目 都是 可能一直持续到 十月份都要去做 然后呢 但儿子野营 也是很重要的 对他来讲 对就是我嘴上答应他了 但是我内心其实我会觉得 那个事情更重要 就是我那个手上的几个项目 一定要运转起来 是更重要的 这样想的话 我觉得 至少从这件事情上 我可以做点什么 那你可以做点什么 我觉得野营 可能对他来说 两三天是可以的 那我可以抽出 两三天的时间 这两三天的时间 就真的 就答应他了 就要去做到 而不是说 忽视 就是嘴上答应了 然后说 找各种理由 到时候又推脱 这是可以做的 你确定吗 我确定 因为到时候那些事一来 你又得把儿子的 那个部分又踩在了 那个low的那个里面去了 怎么来确保自己来做到 不知道 就讲到这时候 就有一点点 想要嚎啕大哭的感觉 就是 毫无能 就是这个时候 对 就很难 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很难 嗯 是 所以对你来讲 需要勇气 对 需要 找回自己 是很需要勇气的一件事情 我们活在那个惯性的模式里 那是一个 相反还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 但是它让你失去了很多 对 就好像其实做很多事情 它也 它还是天不满 就天不满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就是你的亲情 你的那份爱 因为你老在外面抓的时候 你心里它这部分 就是天不满啊 就是你认为的 low的那一部分 可它是你的 地基啊 其实我是知道的 就是我知道家人对我的那个重要性 我是非常非常清晰地知道的 因为你知道 但是我总觉得他们一定可以 他们没问题 当然 因为你觉得无论你怎么做 他们都会跟你在一起 对 对 哪怕 哪怕你的老公说 你跟你老公说 啊 我在找那个某某某某咨询师 啊 挺权威的 那它只能 无奈 可是它爱你 所以它才会这样子地支持你 才会这样子地跟你在一起 哪怕你天天心心念念想的是别人 对 就是我好像有 我突然想到一个词 不知道 就好像有点亵渎它对我的那个 就是对我的那个 是 是有些内疚 所以那怎么样去改善跟你老公的关系 刚才已经讲到儿子的这一面 要去陪他两三天 就是我这个地方吧 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 就是我不认为我跟老公的关系有问题 我从来都不这样认为 就是我就觉得他是 所以我才可以一直这么去 任性 任性 对 做很多事情 做很多 但你知道老公也需要你的关注 对 当他不断地在跟你表达的时候 其实是在表达他内心的需要 对 就是 我跟我老公的关系 平常的关系 就是真的是 他自己都这样说 他说 我不担心任何人把你从我身边带走 因为天底下不会有人比我对你更好 就是他其实纵容我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当时我们经济条件 我们接安婚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时候 就是 我会常常跑到 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出国外呀 比如说买一个很贵的包啊 然后就是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或者是 就是动不动就 就不知道飞到哪去 然后呢去待几天 比如说我说 这个朋友跟我关系可好了 当然我 一般这种情况下都肯定是女性 跟在生活中 我跟男性的关系 其实是比较 就是界限是很清晰的那种 不会去做那样的 但是他都会允许 就是我只要出去 我看你刚才提的那些LV包 对 是LV 好多 就是会有一段时间 会很疯狂的去买 包括可能不是这个包的问题 包只是一个部分 比如说有一段时间 他甚至陪我干过一件特别无聊的事情 就是有那么两三年 他会从网上搜索 搜索各种吃的东西 就是说 你知道某一个东西 他有一个很新鲜的 就是这样吃的东西 去不去 然后我就说去 就是那段时间 就是使劲地吃 就是 就是干 我们经常干一些 然后他会配合我 陪着我 去做这样的事情 人一生 一个女人一生 遇到这样的男人 真的是 我知道 就我很坚定地理解 不是 就是 你是在理解他 我没有 对 但我从来 我觉得很少理解他 我只是觉得我很享受 但我很少 真的很少去理解他 所以在享受的时候 是不是 怎么样 在接下来的 时间里 给他一些理解和支持 因为当时 我从来不担心 别的男人 从你 把你抢走的时候 其实他心里是担心的 他是担心的 你想你脑袋里面 你的心里 天天想到是 那个权威的 什么样的一个 男性的 体面的 咨询师 或其他人的时候 对呀 这个老公 这个男人 这样一个真正的男人 在这里 是 但是我 我的生活中 我对 我对男性 没有那种 就是 就是男女关系上 我没有 我没有这个 就是比如说 我在工作上的 那个执着 就证明我自己能力 的执着 就是我在这个 证明这个low和 体面的部分的时候 我不是通过 两性关系来证明的 我更多是通过工作 还有别人认可我 你看你可牛了 你怎么把这事情办到了 我都是通过这个方式来 证明自己的 所以我从来 所以我就说 刚才我说的 我从来不担心 他会不理解我 就是 所以你知道 自己的界限在哪里 我对 在体面这件事情上的界限 我是知道 两性 对对对 我是知道的 这可能也是他觉得 踏实的 也很重要的方面 对 那这是很好的 所以尽管如此 老公还可以 一样的支持你 对对 喜欢你 能够给你一些 尽可能的一些支持 对 其实他有时候 给的有点过度了 为什么这么讲 他说 他的世界里面 只有老婆和孩子 他说的 他总这样说 他越这样说 其实我有时候 就越想跑 是 有时候是这样子的 所以那怎么办 怎么让你 跟你老公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表达 你看你刚才说 表达不清楚 是吧 而且看起来 跟你老公之间的 这种关系 怎么样能够去 一个更平衡 其实我做了一些事情的 我是做了 但是我好像 这样想来 是假象吗 就是做的事情 是假象吗 我也不知道 就是如果分意识钱 意识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 就表面上 我是做了很多事情的 比如说 我常常会说一些 关注我老公的话 但我不知道 那个关注 是真的还是假的 自己也不清楚 自己也不清楚 对 就是听起来 我现在想一想 就在我们刚才 这个聊天过程中 我好像没有 真的去关注他 那个关注 好像有点假象 就好像 我在跟别人 表达不清楚的时候 我常常是为了 维护那个形象 体面的形象 体面的形象 所以 对 所以 所以 那你可以怎么做 在老空那吗 我不知道 就是 既然你知道 那是假象的关心 可是我还是很坦诚的 就是 我是坦诚的 所以 实际上 你刚才讲的两个词 就这样子讲吧 就是有时候 比如说 我 我昨天晚上 我回去又晚了 老公出差 前天晚上回去玩 的时候 老公就会有意见说 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尽量早一点回去 不要到八九点再回去 因为九点孩子 就要睡觉了 你回去太晚 陪孩子时间太少 然后呢 到第二天 我会刻意的 就会 就是我可能回去 还是会晚 但是我会刻意的 赶快跟我老公 撒个娇说 那个 老公我今天 这个 真的就是回去晚了 我会去讨好他 就是我其实 是有点讨好的 那不是我 真正想做的 但是我还是会 这样去做 就带一点点讨好 那个讨好的部分 我觉得是 有一点点假 所以那 你刚才讲到了 其实一个是坦诚 一个是前面讲到了 其实你没有 真正理解他 看起来这个理解 对你们之间 是很重要的 理解 我觉得他 其实一直在理解我 是我没有理解他 对啊 就是 我没有理解他的部分 是 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我从来没有觉得 我跟我老公之间 是有问题的 也其实也不一定是有问题 我也没说过 你跟你老公之间 是有问题 那倒没有 只是说怎么样 让你们能够过得更好 因为你刚才在讨论当中 就讲到了老公和儿子 而实际上现在看来 你心里面的那个体面和low 在现实的家庭当中 就是你过于去注重你的事 或者叫事业 但是呢 那个体面的事业 但是这个家庭 又给你放在了一个卑微的 那一部分 所以现在其实是提升 你对孩子的这一部分 跟老公的这一部分关系 其实是为了 你看 在现实中也是去平衡 就很难 就是我想到了 就是你每次问我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就想要跑 混沌 混沌 对 就很难 好 他不像我上一次说 早上我起来可以做什么 好像那么具体 就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 好 你刚才讲到了 你们家有一个男人 做得挺好的 在这两面 你说我哥哥吗 对呀 你觉得如果是哥哥的话 他可能在这方面 会给你什么建议呢 但我不认可我哥哥呀 也是low的 对 但现在想一想 他其实就蛮奇怪的 就是讲到这时候 我觉得真的很奇怪 就是 哥哥总是在出现 特别大事情的时候 他很稳 但是平时的时候 老觉得他low 是 以low的方式出现 对 比如说他从来不注重 穿一打扮 当然也可能 他身上也有父亲的 这部分痕迹 有 他有很重 他有 至于是哪部分 我也不知道 但我感觉 他和我爸爸的关系 其实很微妙 就是只要是我爸爸做的 他坚决不做 所以就是关于 跟你老公之间的 这一部分沟通的 这一部分 其实现在你也不是 特别清楚 不清楚 就是说如何 我如何去理解他 然后我做点什么 包括和儿子的这个部分 就是或者是家人的 这一部分 可能这里面也包括 包括我的父母 就是我比较亲密 就是亲人这部分 我也不知道 其实这样想想 我有一段时间 我都是故意 跟他们保持距离的 跟父母啊 跟我的哥哥啊 嫂子 我还有个妹妹 就是跟他们 其实是故意保持一段距离的 就不知道怎么做 就是现在就是 那个很混沌的状态 好 所以关于这一部分 可能也许我们是需要 下一次再来讨论的 好 好不好 好 所以呢 那刚才我们谈到了 你自己的这一部分经历 也是希望自己 从混沌的角度 怎么样去解决 但是现在看来 你真正混沌呢 其实是跟老公 跟家人的关系的 这一部分 是有一部分表达不清楚 对 当然也包括其他方面 拒绝啊 伤害啊等等 所以呢 就是我们讨论到一个 特别重要的一点 其实是你可以做的就是 陪儿子去做两到三天的野营 而且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真的发现 只要你愿意努力 你是可以做到的 这是你99%的相信 只要我愿意努力 我是可以做到的 对 所以那 那你就去尝试 当然也可以尝试 请教一下老公 你刚才不是说 老公是你最好的资源师吗 嗯 看看怎么样能够去沟通 跟他更好的沟通 去理解 可以为这个家庭 怎么做更好 好 可以吗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 好吗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嗯 刚才其实这个个案呢 孟宇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讲到了 的确是我在 大概三年前 其实说实话 我都有一点忘了啊 就是三年前呢 在一个教学 在一个培训当中呢 也是为了掩饰认知行为治疗的 这个具体是怎么做的 啊 然后三次大概他的整体的结构是什么呢 然后他是在学员当中来申请 所以做了一个教学演示 教学演示呢 那我们这一次呢 就是为了录像 为了展现认知行为治疗的 这样子的一个体系 给 就是在全网招募这个 就是来访者 然后呢 他又报了名 也是非常非常积极的 然后呢 就是 所以我们在审了那些各个方面条件以后呢 就是 就觉得 他 既然他特别愿意来 那我们也可以去给他来做 做这样一个呈现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机缘和巧合呢 然后就 就在这里呢 录了他的这样一个咨询的案例啊 他当时呢 是从无理感的这个角度来走的 包括就是他自己的 当时呈现的那个模式 像 像自己开的一个公司 然后呢 但是也 没有兴趣医院去做 然后呢 再加上就是 他觉得自己 然后自己也是不好 等等等等啊 所以呢 后面我们在讨论 你看刚才在讨论过呢 发现这三年 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 这三年以后的第一次见到他 然后呢 就发现 哎 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然后就是 当然这是我们评估当中的 很重要的一部分啊 然后呢 就包括了他的工作这方面 你看以前是缩着的 缩着自己的时间里 哎 现在是可以出来 是可以出来到 哎 到 失业 然后呢 放下他以前就有的模式 那种看手机啊 或者其他等等的 然后呢 同时在这过程当中 也发现了自己挺好的 那么 但是呢 这个他只有30%信任程度 所以呢 实际上 在他的核心信念里面 你看 还是有那个不够好 然后 害怕伤害别人 觉得自己很low 等等这一部分 但是他的中间信念这一部分呢 已经得到了一个 特别好的改变 比如说他说 只要我愿意努力 那我是可以做到的 这个的信任程度 已经达到了99% 甚至这成了 他的人生的座右铭 信念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他呢 在现实当中 也的确是发生了 很大的一个改变 结果呢 我们其实就发现 为什么他会呈现这样子 为什么喜欢找一个 男性的咨询师 为什么就是 出现这样子的一个 害怕 得到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 觉得自己从来不重要呢 其实原来发现 跟他爸爸的这种模式 是有关系的 所以他找了一个理想的父亲 那么这个模式呢 其实是在两个极端 一边呢 就是 是特别需要 爸爸是一个体面的人 第二边呢 又是一个low的人 所以实际上 这是一个父亲的 一个身份认同方面的 因为出生在农村 自己是卖菜的 所以你看 这是他的 本来的这样的一个 根本的身份 但是他又在城里面 城市里面 这样的一个迁徙 在迁徙的过程当中呢 又出现了一个 身份方面的困扰 其实这个 我相信不仅仅是 这个父亲 其实在中国 有太多太多人 现在有甚至上亿的人 几亿人 那种从农村 迁徙到城里的 这个过程 城镇化的过程当中 那么呈现出了 这样的一个 心理的 这样的一个转化 甚至是一个 开始的一个身份的矛盾 心理的矛盾 这样的一个 矛盾的过程当中 带给家庭 甚至他不仅仅是 带给了一代人 给女儿 给老公 给他的这个儿子 就更下面的这一代人 所以其实你看 在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的 这种代际传递 那我们在刚才的 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当然我们也能看到 就是他身上的 就是积极的那一面 包括这个家里面的 厚厚的这份爱和支持 比如说老公 孩子 父亲 生病 一定要女儿陪 这个后面的那份 深深的连接 所以呢 在面对现实当中的 各种矛盾冲突 心理的矛盾冲突的基础上 那个底下的那个底色 是深深的一种连接 是一种深沉的爱 是一种就是一个家的 一个整体 所以在这些方面呢 就是都是 我们在刚才的咨询当中 能够去感受到的 好 那当然在后面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 在现实当中 对孟宇现在的情况来讲呢 就是怎么样去平衡好 那他的这个心理层面上 是怎么平衡体面 和这个卖菜这个low 内在内心这个low 那么在现实层面上呢 就是其实是他的一个 怎么样平衡好家庭的生活 和他的事业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个骨子里面 这个更深的一层呢 其实是一个身份的认同方面的 他自己内在的一个角色的方面的 这样子的一种 就像他说的一样 这样的一种混沌 所以这个也许是我们 在接下来的咨询当中 那么会去讨论到的 好 所以今天这一次 我们的案例解析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